10月7日,张艺兴在社交平台上发文,庆祝自己30岁的生日。 在文中,张艺兴表示,未满30岁以前,总觉得这一天会发生一些了不起的大事,或有个标记。 但真正到了这个看起来像人生分水岭一样的年纪,才发现这一天原来跟过去并没有什么不同,只是又多了一些有意思的经历而已。 作为娱乐圈中的顶流明星,张艺兴这么一番充满感悟的庆声文一出,立即引起了粉丝的疯狂转发和点赞。 在评论区为他送上生日祝福的人次,也超过了20多万,而且每一条生日祝福言辞真挚,深情,饱含着满满的爱意,让人颇为感动。 除了粉丝的生日祝福以外,男人帮成员黄磊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文为张艺兴庆声。 在文中,黄磊感叹时间流逝之快,不知不觉才发现张艺兴已经30岁了。 作为张艺兴的师傅,又是几条男人帮的成员,黄磊与张艺兴的友情已经持续7年了。 这也是黄磊连续第7年为张艺兴庆声。 早先在8月份左右,黄磊和孙宏雷两人过生日的时候,张艺兴还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晒出与他们两人的合照,为他们两人卡点庆声。 但这,也只是网友的猜测,三人的关系究竟如何,其实也并不重要。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,过好自己的生活,做好自己的事,才是最重要的。 最后,也在此祝福张艺兴生日快乐,事业更上一层楼。